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点 师佛在每个星期六支持台雷法会 如果有寡师或同门去扶持叉叉 而没有来参加根本传承上师的法会 师佛也是犯戒 这一点应该讲起来是这样子 事实上是犯戒 但我的人比较自由 你要跟他也没关系 师尊也不会关你 你要跟他 因为你是小咖的嘛 属于小咖的 不是大咖的 大咖的只有叉叉 这些小咖的 师尊是不管的 地址是流来流去的 脚踏两条船 他就是 师尊在台雷星期六做法会 你没有来扶持 你反而去扶持叉叉的这个法会 大家知道有没有换句 但是这个我不管 这是你的自由 因为脚长在你的身上 你要往哪边走就往哪边走 堂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堂跟我讲 我们要扶持叉叉 那你们自由 跟他去没有关系 师尊也不会说 我很生气啊 或阻止你们啊 不可以啊 或怎么样啊 找人来把你们挡住啊 都不可能 你们自由的 另外小 那个好像是说同门 没有到这个台雷 去扶持他 也不要紧 那是你的自由 你可以去 师尊便不阻止你 堂也是一样 会也是一样 这个庙 甚至庙 我整个庙 都要跟着叉叉走 没有关系 欢迎你 这个省得我的肩膀那么重 我们的试堂会太多了 少紧就不要紧 我比较轻松一点 不然我要顾这个 度众生的责任 你们愿意去跟他 那我就轻松多了 那不要紧 但是事实上 在密教里面 也是属于幻界 在密教里面也是属于幻界 好的 这个人问题已经提完了 应该时间也差不多了 谢谢师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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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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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把镜头转向台湾嘉义法华堂 在2016年12月29日 联升法王卢盛宴来到了嘉义的法华堂 受到现场弟子们热情的欢迎 联升法王抵达后首先写下了墨宝 法传十法界 华光片四方 开悟智慧术 教导人心安 事无如来葬 玄旨无提升 接着联升法王来到檀城 为法华堂的檀城清静开光 天之神功 地之神功 日外神功开光开光正 海南宫关系世间 开靠工开靠保障 改逆工温生救护 开心功足备重心 开心足飞行万里 开心心好好奉公 开心 pads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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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光仪式之后 法华堂的代表们 以依向连生法王敬献供养 现在我们就来听 连生法王卢盛宴 在法华堂的宝贵法语开示 好 我们首先敬礼 这个传承主持 敬礼两名和尚 敬礼三家正空堂子 敬礼十六四大法王 敬礼徒登大吉上师 敬礼谈诚三法 师母 各位上师教授师 法师 讲师助教 还有这个堂主 王教授 还有夫人 联姻法师 以及所有各位同盟 今天是可以讲第一次来到这个法华堂 那么法华堂有新的迹象 新的迹象 那有这个大日的禅社 大日禅社 又有这个不动明王在这里 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大地金刚 相信这个法华堂将来能够 红华这个偏十方 那师母也有讲过 这个希望在嘉义啊 能够建立法华堂上师 那第一次呢 到了这个堂呢 大部分来讲 我是请先请这个法华堂的同盟 那他们有什么疑问的话 他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问 那提问的话 那我来回答 这个师尊师 我先带大家问一个简易的问题 刚刚在车上 我有请示的师尊说 最近有谣言啊 说邱会长叙事 跟我们有关系 所以说不是啦 那其实再过两天 该收了就要收了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我想要请示师尊 可不可以就这件事情 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你刚刚已经讲过 不是啦 不是啦 你不要讲就可以了 你讲说 这个听说这个邱会长 是跟这个华华堂有关系 所以那个邱会长 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你刚才已经讲过 不是啦 不是 是真的不是 不是跟华华堂有什么关系 因为华华堂是新开的堂 在嘉义市 是新开的堂 那么这个 这个邱会长呢 本身来讲起来 应该是属于 很多人积下来的事情 跟华堂是新的 那邱会堂的 邱会长他本身的事情 应该是积下来的 好多年的事情 好 跟华堂没有关系 跟华堂没有关系 帮大家问第二个问题 我相信是很多法华堂们 希望得到师尊的开示 就是 请问师尊 法华堂以后的路 该怎么走 这个 一般来讲 我现在在讲道果 这个道 道这个字 就是讲路 就是一个路 就是从凡夫 一直修行到圣人 那你现在问我 这个路 到底在哪里 我说嘉义 就是这个潮阳路 潮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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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潮阳路 所谓潮阳 那个阳是那个 木浴阳 是木浴阳 那么潮阳 如果用这个阴的话 就是等于是说太阳下降的地方 潮阳意思是阳流 阳流 阳流之 这个潮下来的阳流之 这个 这种阳流之的意思 其实我们知道 潮阳 我一到了潮阳路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事情 因为以前 这个打棒球最出名的 就是潮阳国小 在嘉义 打棒球最出名的 那我 我自己呢 到了这里呢 认为说潮阳路 是最大条的一条路 最热闹的一条路 那么你们顺着这个 一出去就是潮阳路了 你们顺着这个路走 就可以了 这个潮阳大道这样一条路 直直的 非常直吧 是 非常直 你一直走 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真的是 真的 就是说真的意思 这条路 一直走 修行就成就了 对 近来诈骗行团甚多 宗教里的邪师外道也横行 我们要如何去分辨 如何去判断 人生活佛生平第一次 用最严厉的笔法 去揭穿 羊鬼害人的邪法真面目 我们真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看的书 如圣燕文集重要著作 邪鬼 详情请电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是不是很久 没有回来嘉义 那不是要对嘉义 有没有什么感慨的地方 跟对这个地方的期许 那其实我是在嘉义 这个熬熬 要说是嘉义县 我出生的时候 我算是嘉义县 就是在监理站 监理所那里 那地方出生的 那我祖父呢 是从澎湖移到嘉义来 和朋友到嘉义的 那时候在日记时候啊 他开的是民生日用 那民生日用 那民生日用 那民生日用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他开的是游行 跟那个米咖 年米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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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游行 游行 这个油呢 是石油 吃的石油 那时候东市场 那时候东市场 当市场 嘉义当东市场 那整条路 的房子都是我祖父的 都是我祖父的 他是嘉义的不好 很有钱 那在那个年米厂的会计 你的年轻的会计 就是我的母亲 那少东呢 就是我祖父既然开年米厂 他的儿子就是我的父亲 那我母亲是做会计 在年米厂做会计 在东市场 那我自己觉得 那我自己觉得 我在嘉义 虽然在嘉义 这个熬熬出生 厚福出生 但是时间很短 我就搬到这个高雄 全家搬到高雄 为什么呢 因为 我这个 一个伯父 一个伯父 叫李佛旭 李佛旭 是这个 在北京大写毕业 他是 奉派 来接管 台湾的电力公司 台湾的电力公司 他先到台湾的电力公司 高雄管理室 高雄管理室 当处长 就是最大的 那把我父亲引到电力公司 所以 因为李佛旭 是来接管电力公司的 所以我们差不多全部的家族 都是在电力公司 那我父亲 那我一个大姐夫 先调到高雄 去 做电力公司 就是 一个 power power 就是 跟王米教授一样 做power 做power 那我父亲 那我一个大姐夫 因为我 我祖父很有钱 所以他起了六个老婆 起六个老婆 那我父亲是第三个老婆生 所以我 有大姐 大姐 大姐夫也是在电力公司 另外我姨父 也就是 我的那个阿姨的先生 也在电力公司 另外 这个 可以这样子讲 电力公司 包括我的妹妹 也在电力公司 大妹 二妹 三妹 四妹 全部在电力公司 我说的是电力公司 是这样子 电力公司的家族 是这样子 但是你讲说 我对嘉义有什么印象 告诉你 我对城隍庙最有印象 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 给城隍庙的城隍做义址 那我小时候经常在城隍庙那边跑 城隍庙也是在东市场 也是在东市场 在那边跑 所以我对城隍庙印象很深 其他的现在已经改变了 刚刚刚那个太保 我们那个现在高铁是在太保 那我下来的时候 我印象中的太保 完全全部都是茅草屋 那时候都是在日记时候的时候都是茅草屋 现在都已经变了 所以我一看也差不多都变了 整个嘉义市 虽然说讲嘉义的发展比较慢一点 但是事实上他也是在改变 这样了解 谢谢师尊 跟师尊报告 那个上次共参的时候 师尊有说在嘉义呢 城隍很重要 今天又提了第二次 跟师尊报告在问世房里面 城隍也主动说要来这里 在法华堂 还有七爷八爷 也在问世房里面有安城隍也 有城隍也有七爷八爷 对 那非常好 因为我第一次得到姚字经母开天眼以后 我在那个台湖里心路三湖九五 这是我住的房间里面 也供了城隍也 也供了七爷八爷 那时候城隍 用城隍帮我的忙 那时候城隍他是也帮我的忙 七爷八爷都是佛的 我是用泥土去叼 然后再给他贴 用色子给他贴起来 那个七爷八爷 是用我自己去叼 用泥土 用泥土去塑 然后再把它贴上 给他戴上帽子 给他戴上高帽子 然后再给他写字 就是这样子 那舌头上 舌头就贴一个白色的 但是也很灵感 非常的灵感 你只要心诚 你只要心诚则灵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心里很虔诚 他就会灵感 刚刚师尊赐了一个法纪 我念给大家听 法传使法界 华光辨四方 开悟至会术 教导人心安 事无如来常 玄子不提山 请大家先鼓掌鼓掌 那大家如果没有问题 我帮大家请教世尊 开悟是非常困难的 世尊也一直在教开悟 一直在教实修 那世尊怎么勉励 在侏罗山的 这个地区的佛和唐众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修行 来加速他们 迈向开悟的路程呢 这个开始修行的时候 还是要由我 由自己本身去修 另外呢 好像我们先修加行 加行法 做大礼拜啊 大供养啊 事归一啊 事无量心啊 懺悔法啊 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 要用有行的 一直到开悟 不能说 哎 我已经懂得什么叫开悟了 那什么都不用修 不是 是悟后起修 就算你开悟了 就是修行的一个见道 见道 见道 我们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 叫修知良道 用发菩提心去做善事 就属于知良道 那么你再来修加行道 就是我刚刚讲的 事归一 大礼拜 大供养 事归一 事无量心 这个忏悔法 就属于佳行道 佳行修道了 到最后呢 你 证明了 你的佳行 有了相应了 你这个时候才能叫做悟道 那么悟道就是开悟了 悟道就是开悟 叫做见道 你已经知道了 可人间的道理 人间的道理 你已经悟道了 这个时候才开始在修 修什么呢 修究竟道 你既然开悟了 你就要开始修道 修道以后呢 再进一步就是究竟道 这个就是修行的程序 在佛经里面提示出来的 知良道 家行道 见道 修道 究竟道 这个五个 那至于开悟是怎么样子呢 我跟大家讲什么叫做开悟 在辱教来讲起来 他的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就是礼 礼啊 在一个礼 礼节上面 的儒教是教你礼 做人的道理 这些礼 在道教呢 就叫做无为 道教真正的意义在过为